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样是做对了 把两个腿伸直了 做个腿 把两个腿伸直了 把脚微微地翘一翘 你自己再蒸一蒸 把那个腿蒸一蒸 你要坐下哪钟头呢 身体里边从腿到腰到肩到后头 肯定会有一些个特殊的感受 因为你坐对了 他里边就放松了 因为坐的时候呢 上身要放松 不一定是那么专心正坐 上一放松要松松松松的 要松了 要松了 但是腿不能那么松了 腿 腿要伸直了 要伸直了 而且吸气的时候 会阴呢 大腿根呢 有股那个股那个股四肚肌啊 那得要有点微微收缩 上身 上身 放松了 随便缩给它行 因为会阴一收缩 小腹部下面也会有点收缩 大腿根也会有点收缩 所以就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们平时呢 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没锻炼骨肌的动作 就反复练这个动作 练两钟头 也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这里边会出现热的感觉 当然有的隔壁呢 会出现凉的感觉 一个窍 一个内窍把它打开 所以我们在这些年呢 智能工 我们练起来呢 说内气 外气 合练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呢 更注重的是 如何把外气收归己有 经常想往里边收气 捧气 收气 我们以前练功呢 多往里边收 把外气往里边收 直接用外气的混元气为我所用 那个呢 主要是通过了我们的意识 来起作用 到身体里边呢 行体的运动 也是周身的混元气 它这样在起作用 来把它化归自己的混元气 这些年我们通过实践 证明了这种练法很好 很多病治起来 效果也很快 咱们搞实验 也很好 从古人练功的功法来看呢 从一般的练功功法来看 这是一个捷径 这是一个捷径 同时我们现在一总结 我们搞了一个十多年来看 如果要想把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素质 再更快的 更高层次的发生变化 所以还应该在原来这个基础上呢 再前进一步 所以我们这次交功呢 将太极拳 我们一年就松腰 借助力贴于己 所以把这个命门内窍打开 我们这个做 这个做工 以它为主 松这个腰呢 就把命门内窍打开 在传统练气功呢 也不是打命门内窍 一般都是打什么呢 打内窍 它是打的会音 打音窍库 从音窍库打开的话呢 从这打内窍 然后走人多二脉循环 这就所谓过去炼丹的方法 炼丹的方法 所以道家正宗炼丹 从下丹天炼 然后打开音窍库 音窍库打开之后呢 从小周天 那个人多二脉走呢 它那个走的人多二脉 那个都脉不是外面 而是走的基督里面 那走的基督里面 这样就把我们这个 这个先天的这个气 这个信息量 就直接通过都脉 而上升到头部去 使得这个呢 头里边是苍神 这个生殖系统 这个联窍库打呢 它是阴晶 这个晶的晶气 它是物质性的 先天后烟气 比较全息性比较强 意识里边呢 它这个意识的 属于神的全息性比较强 所以一个神 一个精气 他们结合到一起 而把人的全息性强化起来 所以一般道家 单道工的练功方法 是打开 是打开这个 阴敲库这个内窍 但是那样打 从历史练功来看呢 它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一般单道家呢 道家的练那个练单派 大部分都是走下单田 要从这个 银销库打开的 这些练成了功的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它精气一充足 精气一充足 稍稍的 我们这个练脊助脊 这个功夫不够 这个意识练的 稳定性不够 它就可以化成后天灼精 就跑了 后天灼精就跑了 后天灼精一跑 就把圈锡的 把圈锡的气凝固成 有性物质 就散了 所以过去练功就是呢 为什么那么注重精 不能丢精 说后天的精是灼精 但是呢 对它也非常重视 就是它一变成灼精的时候呢 它把它先天的后原器 重大的信息 重多的信息 变成物质化了 从无形的气 变成有形的物 排过去了 这样就能 我们这个先天后原器 已经丢了 所以一般的传统练功 练单道功 功法讲了很多 在过去呢 是功诀 不能直接讲 从明朝之后呢 从五六三宗教书出来之后 写的很详细 到了明国初年的赵比辰 写的姓名法军名指 那就写的更 更系统 更详细 但是练成了功的人 那就非常的少 更少了 什么道理呢 就并不是说你懂得了方法就解决问题 关键是你的意识修炼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练极助击 过去讲嘛 未量先未量混淡先练极 先练极助击 练极助击 助助不好 得了单决 白费功夫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练功这个东西啊 只要高出练 说不可就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练 不是每个人都能练 这句话不是说哪个人不能练 是说 不是每个人你都具备这个条件 就是什么条件 他这个意念非常的坚定 练极助击这个这个意志 非常的非常的定 受了各种各种影响各种刺激 他不动 不动 他不是这个影响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点了 你做不到知道了这个办法 没用处 所以过去练功的都是老师 为难徒弟 出这个难题 出那个难题 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上十年八年 十年八年 老师就不见了口诀 就点磨性子去 磨性子干什么呢 那就在练 练极助击 练你的意志力 练你的意志力 没有意志力 你练功就练不上去啊 所以这个练功 往高层次练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练就在这儿 有些人下了决心 哎 一下决心 碰成个事不行了 一碰成事 马上变样子了 最后练功练意志 得从事上去练 不是你想我要练这个 我练那个 别从到的事情上 等明在下次讲课 还讲我们练功 咱们注意什么东西 你练不动心呢 心不动 我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定下来 我要干的时候就必须干 所以就得过去练功 练功的人 就是得到了口诀 也照样练不成 赵比辰的那时候要读八百弟子 八百弟子 他现在像他议那个 他在那个他 他那个弟子们 他那个弟子们 他哪个修成了 他像 像那个 采小药接小蛋 采大药接大蛋 然后除阳神 然后又怎么怎么 他都讲得很清楚啊 他不要说他弟子们 那他自己怎么着了 也没有那样的修成啊 那他就说他哥哥 那他哥哥修成了 修成了 怎么着呢 也不知道 因为东北哥赵大法师 是不是他哥哥不知道 如果说的哥哥的话呢 是学到了一定程度 但是也还没有修到 是说 到最后那一步 也还没有上去 因为在我在七十年代 听到 听到东北一个老太太 他讲 赵大法师 咱们那个情况 当时我那个情况 就是他们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嘛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后期 就是他们碰见过赵大法师 我跟那个情况呢 似乎像是赵比辰的哥哥 赵比辰的哥哥 但这个情况 以后呢 又不像什么 八十年代初期 听了一个 山东一位同志 一位老同志 他说 也是一个姓赵的 老是教练他 但是一听那情况 又不像赵比辰的哥哥 在赵比辰他写新闻法军名词 他那些写的 写的很 好多人写的很清楚 很清楚 但有的方法 弟子为病没练成 什么道理 就意志 意志力 因为他从这个下三天 他很 他很习惯了 就很习惯了 你只要是 从下三天起义充足 他给里边这个呢 他就能够自发的 从自发的 他去生经 往下面做生经 因为具体的物件 就在生殖器官里面嘛 就在生殖器官里面呢 他一变成经 他就可以跑 就可以跑 所以古人不好练 所以现在就是呢 我们俊语工呢 就是一开始不练 不练下三天 就练中生二天 也是为了解这个矛盾 这个弊病 所以现在看呢 我们就能够用这个 直接用外面的火焰器 来充施身体 充养身体火焰器 我们这个火焰器里面 身体火焰器 有区体火焰器 内脏火焰器 还有原体火焰器 叫脏内火焰器 所以这里边 那个全息性 全息的火焰器 所以用意识来加工它 所以这样就是呢 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 所以我们这次讲课嘛 就是要 它打开内窍 打开内窍 打开命门窍 这个命门窍过去 有没有打命门窍的话 有 有打窍叫玄品窍 也不是 它不直接要命门 那周天宫的话 那是 经脉周天 大周天通了之后 所以要是打开玄品之门 那近乎似乎是 命门内窍 但是古人没谈过 命门内窍 命门内窍 所以这个情况 又似乎是它 但又不是它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打开内窍 就不打火焰窍 不用这个火焰窍 不用这个 这个焰窍库 就虚微却 打命门内窍 所以命门内窍 它本身 它同样也是有 先天火焰窍的 这个信息在里面 因为你昨天讲科 讲了一个问题 咱们在火焰整体观里面呢 就讲这个问题 就在命门那个位置上呢 古人叫火焰神石 火焰神石 因为在我们的胎儿期间 我们的生殖器官 是在那个位置的 它有这个气场 它有这个气场 所以我们现在练呢 就能打开这个内窍 打开这个内窍 把这个内窍打开呢 我们在有西区外面 火焰器的基础 在那食物的火焰器 食物在了肠胃里边 在那个气场的火焰器 我们把内窍打开 这样的话呢 就受到这个内窍 令我们内窍 先天火焰器的更好的混化 而且把它直接送到 我们几周里边 神经里面去 神经里面去 所以就是呢 我们这次给大家讲课 教功 一个很关键的内容 等我们把这个内窍打开了 我们还要进一步 再打外窍 因为咱们以前 收外界火焰器 就直接一能 往里面收就完了 往里面收就完了 并没有说 要通哪些窍 咱们在五元庄里边 第二节不就是 开三观吗 开天观 人观 地观 那时候明月讲 那是开外窍 那也是他开窍 那是几个大的外窍 几个大的外窍 所以我们现在呢 同学们就是呢 就好好的来练这个 通这个内窍 所以这里边 你可不要认为 这一做就完事了 你做的呢 要很好的 发这个音 一念集中 你数着 十个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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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着 神不跑 这么练起来 一定会有内气的感觉 腰那儿松了之后 不仅脊骨 脊椎会松开 腰两侧的肌肉 两个腰颜 脊柱和底椎的连接部分 也会松开 整个一个背部 他那肉 他那肉 松了 就跟他 冰冰化了 他会 他会起来 你看东西 没感觉 那坐着 他不难受也行 多做点 如果你能够集中精神来发音 把呼吸放得 深细晕长 那你就坐着呆着吧 你 如果没这么感情 这么做着 精神也不弯不跑的话呢 那坐几个钟头 那很好 就是 少睡点觉 精神也会很好啊 你就去做 他现在怎么算开了 怎么算开了的话呢 腰怎么算开 第一步最简单的一个标志 你站着的时候 那个腰椎那会往后突 腰椎往后突 叫腰椎往后突 我们那坐的时候 你腰椎那往后突 要往后突 往后突 就练往后突 举起来就往后突 但是站着的时候 也能往后一突 就突出去 嗯 腰椎 腰椎那会往后突 嗯 可能九六届以前的 九六届以前的学生 学生 学生那会做什么 因为他们那时候摸过腰 腰都摸一摸 什么叫我腰 腰松 腰松过 腰椎往后突 能突出去 能突出去 突得越大越好 所以一呼吸 一个呼吸他就会 一个呼吸 站在里头 一吸气 一吸气 那个隔膜下 一吸气 他就出去了 一呼吸回来 站在里头 坐在里头 一坐在里头 后面那个 唇部杆灯给他 和他好动的 站在里头 一吸气 前后两边张 前后两边张 所以这样就是呢 第一步 腰就放松了 腰放松了 同样你还要继续做 还要继续做 要把它做个基本功 做个基本功 要做个基本功 将来在那身放松了 就可以不做 可以不做那么长 可以不做那么长 因为我们说 还在继续交别的功能 还在继续交别的功能 所以将来 大家都是为基本功来练 同时呢 那么腰放松了之后 再加上我们 这一头部 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功夫 需要加一加 需要加一加 所以等以后 再讲那些东西 嗯 我们那个太极弓里边 就是呢 太极弓里边 那太极弓里边 就都讲这个问题 那头部的 头部的这个 有的时候 可能是八端锦 那那八端锦 那这边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如果腰放松了之后 再练它 那就非常有意义的 那就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练 练太极弓也好 练气功也好 另外再练气 所以怎么办就是呢 我们 除了在专心聚聚练这个做 把腰松开 这个之外呢 站桩 蹲墙 躺着 都练这个腰 我们还必须 把我们那个 所练七八法里边的 撑气法和拉气法 要反复躲练 这两个法 咱们都练了吧 撑气法拉气法都练了 练了以后 咱们现在 拉气法 我们同学同学 我们就拉气的时候 我们都看气了 看的怎么样 拉气了你们看 看没看这个气 看见了 看见了 现在看的清楚不清楚 能看到多大范围 手上胳膊上 食杆上 所以像这个情况 我们 撑气 拉气 这两个气 这本身就是我们 在太极全链的这个气 也是越能工链的这个气 一个内气 一个外气 所以对这两个气 你要经常体会它呀 一撑气 里边的气 怎么感 怎么动它 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 拉气的时候 什么感受 手是什么感觉 一拉的时候 气进去什么感觉 所以我们在你这些练功的话 就不许广东西给行 一拉气 一拉气 能不能进去 气进去什么感觉 这个感觉和那个撑气的感觉 有什么不同 但到底你们整天练 这都应该 都应该认真去体会它呀 恐怕好的同学就没这样去体会 撑气的时候 你拉气 看周围这个气 阿姨看这个气 你撑气的时候 撑得好了 你你你斜着来看看 那个气 和天使气一样 一样不一样 当你撑气 撑得很舒服的时候 你得拉了气 怎么样 所以像这一道理呢 这都要觉得 灵活气运用 要体会这个气的真实存在 体内体外的气 它的运动流行 所以人家去体会去啊 所以不能一说 撑天啊 你以为那么快就好了 但念个快点可以 你慢要体会 你一动的 动得很小 体会里边这个气 感受那个气的变化 那慢动什么感觉 快动什么感觉 等动怎么动 看那个手那个气感大 对影响范围大 所以你看怎么动的时候 一动 能把你周边气动的范围更大 这一动的时候 内气动了 从外面气动不动 外面气动不动 我们拉气的时候 我先说我感觉了 这些垃圾 那么你加个呼吸 你看这个气 跟那个春气 怎么亮起来 像这些问题呢 那道理来讲 我们同学们都应该能够自觉的 主动的举一反三去想它 去体察 过去好多练功的 好多练功的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个练功法 有专门练的 这些好多练 过去的大无数家人 你都有 都有自己工作呀 你看练八卦的 眼镜成 你开眼镜呢 严建成为什么底盘好啊 底盘好 那时候听老师讲 严建成一磨眼镜呢 他过去磨了眼镜片了 磨眼镜片 都坐在 都坐在个凳子上 凳子 他们就 他们哥俩就是呢 因为不坐凳子 不坐凳子 就那么一个 就这么一吨 要是你还这样 还这样就坐着 一个腿 不坐凳子上 你看 就坐着 磨那个镜片 一会儿一个腿 就这么做 磨镜片 所以成绩就 底盘好 就这么干工作 就是 所以八卦全体 没大图 没码 是开没铺的 严建成是开 抹眼镜的 麻花眼 翠花流 都有工作 都有他的职业 怎么去练功 那就是抽时间练功 他的反复体会捉摸 捉摸 所以那是人人去 人人去 我要去练 抓时间练的 所以像这个情况 就是 像我们要这么讲 那过去 谁跟你讲这 谁这样去讲 其实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讲呢 讲得非常的细 可是他们讲的 一讲细了以后呢 他自己倒就是 自己倒不想了 他都不想了 因为好的是 你自己想出来的 和你听别人讲的 那里边的意识动作 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会想出来 哎呀 想对了 好了 你里边 哦 原来如此 马上里边有个感 那个内在的感受 我这一听了以后 我这给你一讲 一听了以后 那是这么回事吗 好了 你里边把那门关上了 所以过去 有些老师不讲 就告诉你怎么做 你说咱们做吧 肢体做 做去吧 一下也许做一年 也许做二年 行了 可以攀腿做了 可以攀腿做了 这直腿做 攀腿做 还不一样 所以说看看 你到底怎么样 你爱做什么 要做什么 这管你 所以就是呢 他咬着老师看 不行 把那个腿还放直点 放直了 过不了腿 你这儿腿一步 放直 一弯着点 腋肌肉一弯曲 好了 弯弯弯弯弯一撇 这么一弯曲 你做四个动画 也没事 把腿放直了 两个腋肌肉 病着 很直直的 一点不直 你可能 一个动画也做不了 所以像这个情况 你差一点 他都不行 它气短就不够 所以像这些问题 你自己得体会体会它 所以我们讲了个要求 你自己认为你去体会 所以像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是 认真地对待它 所以我们讲从这个做工 它结合他们练气 但一开始的时候 将来我们说 我得加大运动量 我要是做的时候 我撑 我撑壁行不行 别撑壁 一撑壁就坚定放不松了 往那一缩过 那么一坐 把腿伸直了 就是腿那是直的 那可以绷着 就是回一绷的 就是都这么缩过着 就好像没骨头一样 都缩着呢 缩着 一开始好多人一缩着 还压得不舒服了 还有点疼呢 还有点闷呢 还有点闷呢 往那一缩的时候 一缩 这两个尖腿就发沉了 两个尖发沉 一放松就发沉 一发沉的时候 你要注意 夜窝都放空了 别觉得他们下插 夜窝放松了 肩往外开 肩往外 往往演一架 再往外发 再往外发 头也可以低着 一个就低 低一会儿 他可能就不太流 他就想往后 就往后停一停 往后停一停 一开始 越放松越好 一缩 这么随后着 随后才好呢 在命门以下 那个地方 一定要往后 要往后图 拿手摸一摸 看他往后图没有 摸一摸 往后图没有 一座往后图没有 你越放松 他那往后图 而且小腹往后一缩 往后一压他 他那他那 就往外脱了 就往外脱了 所以这个坐 是关键功 那个躺着的 是辅助的 是辅助的 那个蹲墙 如果加上呼吸 也可以 但是他的方法 对后面那个筋 拉的不够 蹲墙 他对后面这个筋 太阳筋 太阳膀胱筋 这个肌肉肌腱 拉的不够 而且坐着 而且坐着 你那么坐着 他就后面拉得紧 所以如果你现在 有了基础了 能够弯扬弯的很好 你就多弯下弯点 多弯下弯点 你要注意 这什么呢 我们好多人 弯下衣服 把身体 把躯干的 趴的腿 也扔去了 那是把那个 胯关节松开了 腰那儿没动 才聊 所以坐的时候呢 往前弯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在那个命门那儿 要往后 命门一下 要往后突 跟他们 扶身攻腰一样 他往后攻 这样去够去 这样去够去 这样去够脚去 你又不然 光那个胯 往那儿 完全一折 把身 把个躯干 都贴得腿 扔去了 那个脊柱那儿 还是个直的 所以那个从命门 从命门上一下 到下面 从那儿往后突 这样去往够脚下 搬脚下 搬脚下 所以你腰的幅度大 你可以搬住 从两侧 搬住两个脚心 这么时间搬着 搬着 手 手往一块 手往一块帮 往一块做 走往一块做 那么签到去 但是这个腰就往后突 别的一下 一下 一下这么过去 那过去的话呢 腰撑不动了 也撑不着了 所以好多 一般练武术的人 都都会这个 往下一压腰 往下一压腰的时候 那个胯关键 一折 一下子 回去 气管就下去了 对那个腰不行了 跟咱们练那个 福生公腰 是一样的道理 福生公腰 那个腰的 一尖 都往下 这么攻才行的 把这个脊椎 它能撑得开呢 把这个脊椎 都撑开 一尖就撑开 现在 身体一转的话 身体一转 有骨头尖 这样它会动的 你要不要脊柱一动的话 光这么动 脊椎 脊椎 脊椎就死的 必须这么一松 缩合着 缩合着 一点劲 慢慢脊椎 脊椎的肉的话 一块块的松开 有感觉 整个那个 冰化的 一化 那种感觉 那个背部 背部 脊肉 那个肌腱 蕴带 那样才能松开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所以今天就把那个 咱们那个 送腰 这是 练力 天于己 时气 进入脊柱 再补充一下 就是 在那边讲一讲 一个从意义上 从在理论上 这么做的话 是把我们这段功 要向神 再完善一步 再充实一步 当你将来 松开了 就松开了 你还要这么想 的话 一吸气 整个的这个脊柱里边 那些脊神经 这要就那个意念 往那去 往那去 加一吸气 往那边 从脊神经 脊神经根 从那进去 脊柱两边 那个脚感神经链 从那要 意念要给他 加进去 先往那边收去 那现在 你先别这么做 现在先 你还是现在 先集中精力 把你腰那 供出去 好好去供他 等你 这一做的话 那个脊柱会 往后脱了 站着往后脱了 一吸气 一吸气 他就往往 他就可以 他就往往后去 一呼气 别回来 吸气 出去 别回来 那比较随便一点了 那些腰 那就开始松了 开始松了 开始松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再变转腰上胯 那个感觉 就不一样了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样呢 这样 所以我们练太极拳呢 和练气功啊 他就一致的 基本功 就一样了 所以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 把这个基本功和太极拳 结合起来 所以我再把咱们太极拳里边呢 另外一个经典著作 就是太极拳论 汪宗玉 汪宗耀 我汪宗玉 他写太极拳论 把他在 把这个文件 再讲一讲 再讲一讲 我上次说了一下 这个汪宗耀写的一个太极拳论 是太极拳论 现在 对他的看法 和讲法不一样 现在一般的 从 全书里边说嘛 他说太极拳论 就写的是太极推手 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是 不大 不大赞同 不大赞同 他明明写的是太极拳论嘛 太极拳论 后面还有打手歌嘛 你打手歌 打手歌 是推手 打手歌 所以原来原来四季 说四季谁编的 说说车方庭编的 可是车方庭看了 文也没 文也没查资料 说他是修改的 算是修改的也罢 算是什么也罢 所以后者们 有的说 想把 汪宗玉 他找那个材料 是吴宇乡 在河南 一个盐店里发现的 以后他穿过的鲤鱼 鲤鱼在 在他穿那个圈服里边 有这个太极拳论 还有个太极拳 太极拳十三式 太极拳十三式 另外还有就是 就是那个太极拳十三式的姿势 这太极拳的姿势 从一开始 像什么蓝车尾 像这样 八十多姿势 这还有什么太极枪啊 太极拳啊 所以这一切东西 换去呢 太极拳经 这都是汪宗玉 搞起来的 还有咱们上次讲 那个十三式 十三式新宫杆 所以这一东西 就是汪宗玉 他留下来的 其实我看了 看反复推理 看那个 李宇宗玉那个圈谱里边呢 后面还有几个字 那个说是无欲香的 我认为那几个字的话 也是 以库马也是会有王宗玉的 王宗玉的 说太极拳里边 那是非常奥秘的几个字 奥秘的几个字 叫的是 叫做 伏盖 对 吞 伏盖对吞 就看了 从那个李宇那个 圈谱写了 写了一个前后字来讲 这四个字也应该是 从汪宗玉那过来的 对汪宗玉他写的东西 既有理论 应该是指导 练太极拳 也指导 指导 所以太极拳论 应该是这么一个 因为他那个书里边写那个 看那个 他那个李宇那个书里边是 他说太极 汪 山右汪宗玉 太极 这不一个拳 并排的 这不一个论 太极拳 太极论 太极拳太极论 所以这里边的论 所以这里边 他就包括在 论就在里边 其实太极拳 他那个拳谱里边 为太极拳 这些论 包括这的新功歌 里边既指导推手 也指导练功 也指导练功 所以应该这么来理解他 这么来理解他 所以现在一般的解释呢 都从推手上解释他 就我昨天让同学们买的那边 说像是太极拳术 就是顾流心 那写的是 杨人太极拳太极拳术 他那个有 太极拳那个 这个解释 他也是 把他作为 推手来解释的 推手来解释 所以现在 基本上 来解释他 太极拳家们 都在太极拳手来解释的 那么我们说是 炼功 也是他 在这里边呢 如果你要细想一想 细想一想 炼太极拳的推手 和炼太极拳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是太极拳推手的 指导思想 那么他就也必然 一定是 炼功的主要思想 因为武术里边呢 武术里边 炼武术 我第一堂课就讲了 武术和一般的体育 不同点 和一般的炼气功的 不同点 就在于 他有体用 他有用 他有他积极的用 这个姿势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而且他用 要用异想 炼时 身旁若有人 炼权力 身旁里有个人 我就在外面打了个人 对敌了 拎敌 身旁若无人 给一对敌了 身旁没人才行 他就没人一样 你一注意 他这个人好了 你就全打出去 力量 力和一气 就不够了 就定在身上了 你这些打 他对自己 一天 人在这样 这一天 这没人一天 打老远打出去了 这一天 力量 才发出去了 炼权力 这身旁有人 有人 这一个吉姆 搬断锤 一打 这一般 这一般一蓝爬 这一天打出去 发现 这一旁这一手 一般打过去 发现他打出去 这一旁 这一旅 这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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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接手 一接手的话 原来是我们的 我们不是这么旅的 这一旁 一旁以后 一翻手 一旁 一旁 这样就旅了 一翻手就旅 一翻手就旅了 所以我们打太拳 那时候 我们老师讲 我们那个太拳 跟现在太拳不一样 旁过去以后 就手再一旁 再一旁过去以后 再一旁过去 就这样旅过来 再加上一个旁 再加上一个旁 这在打击 跟下打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旅 对方有 一搭手 碰上手了 这一翻一踩 他就有 有个旁 现在就是个旅 这就是个旅 是单手旅 单手旅 你想着有这个东西才行 所以这样就是呢 练拳你本身 就得是要对手了 所以太拳拳对手 就是推手了 就这样推手了 所以推手就对手 练拳也是要这样推手 所以你每练一招一试 你都要想到 这一招怎么来的 我要破的哪一招 我就主动打他拿什么 或者连打 连打的 连话再打 还是主动着打 这人家有这么多的意念 有这么多的意念在里边 这个意念 这就跟林迪一样了 所以这个太极拳 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所以就你得要这么个概念在里边 所以说呢 他是说一般解释推手的理论 其实呢 他就练太极的理论 就这么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讲那个 就太极的经典 就太极权论 太极权论 那天我在 那个 清空城啊 咱们这个北京睡一眼 我听了好不良讲 哎呀方老师呢 让我讲课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就想的是随便讲的 讲到旁边 你需要让我讲 我还可以再准备准备再讲 我说行啊 他还准备再讲 所以我就给同学们讲 就你们有机会 最好你们要看一看 汪总的太极拳论 太极拳论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练太极拳的 所以一个经典 之所以叫个太极拳 之所以叫太极拳的时候 是从这儿开始的 就从这儿开始的 理论 从太极理论做指导 也从这儿开始的 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呢 有理有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太极拳论 我们讲一讲它 当然我讲的就是呢 就是随便的 一般的讲 因为那个是那个 有的人后面讲的 就结合那个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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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歌呀 结合到一块来讲的 所以这里边呢 我讲呢 从 从这个权术上 这个意思 我就少讲点 从这个功上 多讲点 因为我 因为我不信 我并不想说练的太极 以后交通你们练太极 你们将来跟外面提手 将来过上几年 十年八年 你们能得到锤柳冠军 我现在不想 不想你们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搞养生太极 搞养生太极 因为 这也是想搞练武术去的话 第一就是那推手 还好就是手法在里面 具体的手法 具体的手法 尽管说彭丽军 采了这好八法 在用的时候 还有很多招数在里面 我就是 我认太极 我就不喜欢认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是呢 我也不讲 让我讲这些东西呢 我也讲不好 我学 我学在这我就不愿意干这个 我就不愿意干这个 所以这个打人 不跟太拳推手呢 不一定都是打人 不一定都是打人 将来干到时候 也许到下个军 看个情况再说 看个情况再说 如果有练太推手 大家会来推手 你们说说也行 说也行 反正我是 我是不这么大主张 叫这个东西啊 因为 推手的话呢 也是跟练太拳一样 那么轻轻的 轻轻的 这么转 这么就这么转 你也会想我推你一下 我赢你一下 所以就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气就不够圆活了 所以一般呢 我讲的 我先从采集宫上 从宫点 多讲一点 从那个 从那个 从那个树上 少讲一点 但是那个一点也不讲 也做不到 他给你 他就这么讲的 所以有的时候 讲的 他讲了个数 讲的不多 因为我数 我就说 因为我数 我也会 我也会的太少 我说 这就是我的缺门 缺门 所以不讲的 到哪 我都这么讲 他忘了 你比你 不配跟我比 我说我不会 太极全论 王宗月 说 太极者 无敌而胜 阴阳之母也 这一句话 先首先提太极 太极什么 重在太极上 咱们一般会讲 说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这么讲 他这不是 他先提太极者 说太极是什么 太极是怎么来的 就是太极者 无极而生 阴阳之母 所以一个 一个生他的 一个所生的 一下三倍都来了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了两仪 太极 它是无极来生的 生出阴阳 他能生出阴阳 又是阴阳之母 这一句话 如果从哲学上讲 咱们练过 咱们就能 咱们就能够 整体观了 咱们就好说了 一般人不懂 这些道理 所以一开始 就要从理上明了 从自然界 从哲学来讲 自然界 它是 无极生太极 这个无极 就是一个 红红顿顿 说一个太极来 太极有一个层次的物 也叫太极 可是万物 一生出万物了以后的话呢 它变成万物的太极了 就是 用那个太极就不好说了 所以一物极有一个太极 每一个物都从那个无极那儿 红红红红红来 遇到这个具体的物质 就是形气质 形 在无极物 一般叫做形气质 在生物 尤其到了这个动物里边 在人里边 叫做精气神 都这么三个东西 那都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这一个 这一个整体物里边 它就有形气质 这么三个要素 在动物在人里边 这个形 就叫做精了 这个精 也跟形是一个等于 这里叫做 那个质 就叫做神了 叫做精气神了 所以这个精气神 它从一个太极 一元氧化过来的 氧化过来的 所以精和神 不是 这个 这个形和神 精 或者是精和神 形和神 两边 一个阴 一个阳 这个气 它是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它这么变的 所以这个 一讲这个诀 咱们就能够好讲 这些问题了 说气能换成有形之物 有形之物 这个形气质 就相当于能量 质量信息 就可以这么讲 三种要素 它是由一种简单物 给来的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形成一个整体之后 它一个具体事物来了 它们还有一个整体性的气 在里边 有有形的 形和精 或者是精 有无形的神 里面还有一个气 这三个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有一个气 把它统一起来 这个统一的 把它统一起来 也叫太极 也叫做太极 所以呢 从哲学 联系到人体 生命活动 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就是从 咱们这个气 气化理论来讲 从气化理论来讲 如果你在说具体一点呢 再具体一点呢 太极生成这个万事万物 不是一下生成万事万物 我们要通过阴和阳的两个因素来生成的 所以太极生成阴阳呢 动作为阳 静作为阴 静作为阴 它是这么来讲的 原来一个太极 是不分动静的 往动上走 成为阳 往静上走 就成为阴 所以这从哲学上讲的 所以从太极拳来讲呢 从这个拳数来讲呢 它就有它的具体意义了 具体意义了 我们下面讲是物质发生变化 它具体是个太极拳 你怎么做 所以我们 练拳 就和日常生活不一样了 日常生活 你自然是个生命活动 一练拳 而进入拳的境界 要改变一个生命活动了 自己把它乱七八糟的 要一停 什么又不想 往这一待 这就成为无极 成为无极 这是个无极 往这一站 这个无极 一放松 什么都不想无极 那我要练功了 里边我又开始动了 开始动了 我要练了 然后他们一动 好 里边这个 里边这个 里边这个气 就那这个练功的要求 我们都要复布了 里边一复布的东西 那就 那个气 就在这个太极 所以练功的时候 有个练功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个状态 内在的状态 在那练功 到了一定程度上 一动的 就一学练功 全身这个气 都冲起来了 就是 里边那个气 一动的 随着意念 那么一动的 里边 里边那个动的 这个心 叫做太极 叫做太极 一动的这个气 也叫做太极 叫做太极 里边这个心 那是神意 外面这个气 随着身边变的 但是这里边的话呢 形体 一进入到形体里边去 这个气一冲起来 无形无相的 那是 而无形 那就在一动 有了动静 就分开了 分开了是 气 血呀 在一动 身上一动 半边动 一个腿一动 咬动咬静 就可能阴阳了 所以这练功的阴阳 所以这个呢 它这个太极 生个阴阳 它是不同的物质 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所以你要进入 练功的阴阳里边来 下面从哲学 有哲学讲法 练功 有练功的讲法 练功的讲法 咱们那个 咱们正当工 一开始咱们八诀口诀 一开始 着身放松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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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天立地 兴松 一冲 你看 我把心里放松了 让你 让你把那个 日常生活里面思想 都把它抛出去 抛出去 找爱静 内静 深成冒功 一念不起 神助太空 一神助太空 什么都 一空空荡荡了 那相当这个 太 相当这个无极了 就是 我让你想办法 你什么都不想了 让你从日常生活当中 进入到 两个状态来 两个状态来 什么都不想 黄黄当当 黄黄当当 一身都没有 神一造体 周深荣荣 开开练功 要练功 里边 也从无极生态 之类就是 所以我们的口诀里边 就是从不练功的状态 进入练功状态 思想变化 那里边同样也是一个 应该从一个 后天的 后天的八卦里边 万事万物 进入到 先天 什么都没有 从有 进入到太极 太极那种无极 然后从无极呢 无极又进入练功的 所以这种太极 倒在是进入练功 再差个阴阳了 这个道理 所以着面到 这个太极上 有了练功 阴阳往一块一合 一个整体了 进入整体性 就是太极 一分出有分别 有动静 有伸缩 有开合 有出入 有动静 这就成为阴阳了 成为阴阳了 所以这么讲这个 太极 无极而胜 阴阳之母也 就指的这个意思 所以你叫一练功 无极 这一要动 太极 真一有动了 动则为阳 静则为阴 就阴阳了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所以一个太极 是个整体 一动呢 分开两边了 有动的 就有浮动的 阴阳里边的话呢 阴阳 阴阳它里边 有这个规律吗 阴阳是对立的 就是互相依靠的 互相依赖的 阴阳 阳进阴退 阴阳退 阴阳消长 还可以可能 阴阳转化 叫做阴阳的规律 在我们练功的时候 也是这些规律 在运用它 阴阳规律 这些特点 要运用它 所以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无果不及 就是呢 你该动的时候 就要动 那个动得起要求 一动动不止 一动分成两个 有动有劲 一合的 也合成一个整的 分成一个整的 一合就是太极 一分就是阴阳 这里边的合和分 都不要太过 也不要不及 那个难的要求 要求正合度 就要求合度里边呢 第一 身形合度 身体型 身体型 这么周身中正啊 体灵跳当啊 就寒凶八卫啊 就这个每个动作的姿势啊 就身形合度 这呼吸合度 呼吸的合度 符合 那个 呼吸的要求 动作合法 那个动作 那个 那个 那个的要求 怎么走 走那个路线 另外 更重要的 就是神 神和气 你得合度 这无果不及 这个合度 什么叫无果不及 做的合度 正合适 要从这么几个方面 去合度就才行 所以咱们在讲 智能功动功的时候 也是这么讲 也这么讲 你要查 做的对不对 要查什么呢 就查个什么 查身形 查动作 姿势 我们以前没查呼吸 因为你还要查呼吸 查意念活动 所以练功要查 查的做的对不对 所以有人见得出偏了 还是有人这人见以后 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是偏了呢 出偏了呢 还练功反应呢 你要查功 查什么 就查这些方面 你看有过和不及 那个要求还做过了 所以不够啊 无过不及 就这个一做的合度 最少这么四个方面 要跟你去查去 要去 做的是自己 做的时候呢 要查自己啊 查自己 每做一个动作 就那么认真查一查 就这样认真去查 另外一个呢 如果还能够 查里边气的变化 查里边气的运行 那就更进一步了 你更进 这无过不及 是随躯就身 随躯就身 这个随躯就身呢 就像他一般解释呢 说练推手 要推手的话 就是呢 别人查 他这儿推的 你就往回缩 他那缩 你就往回 你就往回身 他就这么讲 这个情况 虽躯就身呢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讲的练 练拳的时候 他总是屈身交替的 他没有说一个拳一说 就老是身着 身老拳着 没有任何一个姿势 他都是要交替变化 接替前一个姿势 就是前一个姿势 承受了前一个姿势 然后再转变 转成正确的姿势 然后的话呢 合住了以后 再接下一个姿势 这里边呢 你总是一个 屈身开合变化 所以姿势里边 没别的的 就是个屈身开合问题 就是个一个屈身 一个开合 没别的 动作里边 你用什么姿势变化 就是屈身开合 所以这里边呢 所以我们的意念 要随着形体的 屈身开合 这样去变化 如果你要推手嘛 那就后面 还有他推手 后面 他有他推手的内容 有些推手的内容 同样也可以 作为练拳来解释 用练拳的时候 建议这个意念 因为这里边呢 有的地方嘛 从表面一看 这个字句 就是觉得练推手 后面讲的 人刚我柔为之走 我顺人被为之念 所以这里边呢 对方来的刚劲 我柔 我这是柔的 他一刚 我不对抗 不看人 我这走 这就走 但是你这柔不是瘪 你一刚 你这就瘪回来了 你软 柔和软不一样 柔这边是带有劲的 他这一刚一压你 你这是个柔劲 走了 把他画走了 也一个弧形 一弧形走了 叫走画 叫走画 所以这个推手 是这个样子 那么练拳的时候呢 你也是这个样子呀 这个样子 这个手 往这一出去 那么一转 一转 就是 你这 到了这一身 三十一 就招数里边 就是呢 我这儿捧对方 你捧着手去了 一捧这个手 有压力 我说我要转 我要走了 回家我也转走了 我去带给 所以把那个手 给他带着走了 再行 再行 所以你练拳的时候 就有这种意念 不是要推手的时候 才这么走 你就练拳的时候 定要去做 将来推手的时候 你才能这样去用 才能这样去用 如果你练拳 不定要去做的话呢 你现在白练了 就是 也没意义了 他说 人刚我柔位去走 人是我背 位去念 单边练谁吗 他说 当 我顺人背位去念 他 你别人一刚 你就走了 你走 可是你 你这一回手的话 他他不舒服了 他不舒服了 他就要走了 他走的话呢 我这不能让他走了 不能怎么办呢 就粘着他 粘住了 换一个狗皮膏 要给你粘着 给你粘着 先跑 就粘住了 粘住了 所以故意说 粘一般是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力量 往上走 就粘 粘的话 粘的话 一般是 他往下走 粘住他 粘住他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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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话呢 他 他走 他往后退 他往后退 这样的话呢 我随着他走 他往前来 我粘着 粘着走 粘着走 他说 粘和粘 是在一块的 所以这个 粘的话呢 不是这个 这个粘的话呢 他 他走跑 也可以算粘 也可以 这个 这几个字的话 也可以 不是 不是非常 他的用意 不是非常的 严格 反正就是呢 你这 粘住了 把它粘在一块了 先跑 跑不了 跑不了 你什么 你有内力 吃进去 把你的内力 吃进去 你在上面 也可以 粘着他 把它粘住了 在下面 也可以粘住他 他想往上台 他抬不走 他一抬 他一抬走了 他就空了 他就失了中了 粘在家 得用内力气 才行 才行 练的时候 要慢 要慢 要体会这些东西 我上台的时候 手在上面 我最初在上面 抬给他 我就抬给他走 上面 我跟着他走 他 我一推 他对我一个手 我跟着他走 往后一回 我拉给他走 带给他走 他推着我 我不要把他离开 就不丢顶 粘连连水不丢顶 不丢不顶 他一跑 你不能丢开 他一来 不能顶上 不能顶上 他一来 我慢慢退回来了 退回来了 不能把他离开 他一走 我跟着过去了 你也不能把他 压的量太大了 他怎么样 没压的量很大 但是怎么样 能够使得 他一走 他跑不了 跑在往后一走 都跑不掉 你每天要把他困住 就把他封住了 封他越来越封 他越过来 他都跑不了了 到最后 你看 他把他封死了 他失踪了 一发劲 把他打出去 太极相伴于 推出人去 觉得很轻松 没有什么劲 也没难受 往往一推 蹦蹦蹦蹦蹦蹦蹦 有时 蹦蹦蹦蹦 蹦去一辆丈远 有时 一辆 一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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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蹦再跳 出去一辆丈远 那就把他劲 封住 封住 憋住了 那叫柜 要如球碰 碧环 他一推你 你把他一划掉 他空了 定过他 送他一劲 一走 他来劲越大 他出的劲越大 还是那个球碰地 拿个皮球 一打这个墙 他奔就弹回来了 怎么弹回去的呢 那就从一个劲 一个劲 那个劲 那是一个巧劲 所以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在这房子 我不擅长 不擅长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想 给同学多讲这个东西 但是从道理上 讲点也多少懂点 可是讲这东西呢 第一现在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讲这个东西 讲因为这个 应该我如为去走 我是你们为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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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